因为很多啊 那就是摄影师好像都抽烟 还有喝酒 胃酸很多 然后这边老是会灼热 大概一年的时间 工作应酬多 陈先生烟龄超过30年 酒和槟榔来者不拒 六年多前饭后不断打嗝 胃酸逆流 吃了止痛药也没用 才发现是罹患食道癌 但另外一位病友 状况却完全相反 吞东西都稍微卡卡的 不是很好吞 然后医生都会问我说 有烟有酒有什么习惯没有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 如果食道长期刺激 比如说太热 或者是强酸强碱 侵蚀的话 它是处于慢性发炎状态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食道癌 台湾食道癌发生率 二十年间飙升四倍 通常因为烟酒槟榔 罹患上皮细胞癌的人 就占了九成 由于食道从颈部延伸到腹部 传统开胸手术 大范围伤口长达二三十公分 移转率高容易复发 五年存活率也仅有三成 不过手术改良 现在大幅提升育后状况 最大的进化就是说 变成一个微创 微创就是胸腔镜 腹腔镜 那再进一步变成一个 单一的伤口 我们叫做单孔的微创 这中等的手术 大概都可以得到 跟我们传统的微创手术 同样的切除的效果 掀开衣服 两公分手术疤痕 几乎不容易发现 不过单孔微创依旧有限制 如果曾经实行过其他手术 或肿瘤侵犯到临近器官 恐怕都不适用 避免失道爱风险 还是得先从拒绝 不良恶习做起 在新闻周晨的音中 台北报道 今天是